拿电锤在这儿干了这么深一个坑 漏水就是这个位置 现在汗的话就得从这里一点一点全都补起来 补平了才可以 电锻炼小黄警官 大家好 我是安东哥小敏 现在我们到朋友那边拿个电汗机 以前我给客户装过浴霸 走过一点电线 他家是个什么情况呢 似乎用电锤还是电钻 跑地的时候把电暖管打破了 当时谁都不知道 然后就把地破了 现在受暖了 我们这边已经受暖了 然后迟迟的冒水 然后过去给看一下 看看用电汗能焊得住吗 这就看他那个管到老化的程度了 如果老化的太厉害的话 可能他那个生锈比较薄的话 电汗也焊不了 只能过去试一试了 我现在是空手套白狼 电焊机自己都没有 和别人先见一个用 昨天晚上和魏老板说好了 用他的电焊机 都给我准备好了 过来直接拿 空手套白狼就是焊条 都得用他的 不光用焊机 这焊把垃圾的换好的了 我看 换了看算了 一会儿也不用 人家卖的是德恩特热水器 电焊条既然都是德恩特的 别人的活 别人的工具 咱们自己去赚钱 这牛不牛逼 这两天我们这降温降得厉害 不过我们在我们这个地方呢 也没有下太多的雨 引发山洪 就下了两天 今天可能还会下 往用程那边的话 已经遭水质了 天天都是山洪 看一下那个天气 灰蒙蒙的 现在没有下 昨天晚上下了 应该下到十一二点就停了 这估计一会儿就是雨 还得下一天 明天好像寒有雨 到地方了 我们先上去看一看 王老板打电话说 暖气已经停了 是从主管道停的 业主家的这个总房门也关不住 一会儿我们看一下他总房门 看他的视频 我还以为多大个地方呢 来了以后发现这个地方挺窄的 旁边是一个马桶 这地方穿管道的时候 把管子打坏了 确定了这活能干 我过去把工具都拿上来了 焊计焊条焊把线 这个坑挖的有点小 我还得上电钻 电稿给它再跑一跑 弄大一点 这样好干活 要不然我这技术怎么能施展的出来呢 把这一块砖全都打碎了 这砖这地有点太硬 不太好吧 现在终于看到这个管子的圆形了 这是一根杜心管 这种管子比铁管子好 如果是铁管子的话 估计锈的都不成样子了 这个也是要处理一下的 上面还是有那个锈的痕迹 电钻上我给它上了一个磨头 把这个坑和这个坑的周围 把这些锈迹全部打磨掉 我们汗的时候就好弄一点 不打磨的话 这个汗的时候那个不粘不住的 这老房子抓马桶 改水的时候走了一个棉管 在这打了一个洞 这家伙 拿电锤在这干了这么生一个坑 漏水就是这个位置 现在汗的话 就得从这里一点一点全都补起来 补平了才可以 刚才打磨了一下 把这个边上的锈迹全打磨掉了 不打磨掉的话 电汗都不粘 汗不住了 汗的时候这个马桶还得保护一下 因为那个火仙子 跟这个陶瓷 粘上去就去不掉了 找个纸箱子 把这给堵住 让大姐给找了一个箱子 拿点胶带子 然后把这个纸箱子固定在这个马桶的旁边 这个要包的盐也是实实 有哪个位置漏的话 还得用这个卫生纸给它贴上 弄点水贴上去 防止火仙子奔上去 给焊机插上电源 准备开干 现在的焊机真是小巧 十几年前我们干这个的时候 那焊机全部都是交流的 那大机器 315400500 抬过来抬过去 那太重了 这种家用小焊机 我也有一个 那个在我大舅哥的工厂里 没有过去拿 现在这个瓷砖的保护工作 我已经做完了 三面全部都给它包住了 这个时间长不用的焊条呢 有点受潮 这个要提前擦擦火花 预热预热 这活也是小干一下 也就两根焊条的事 也没必要说整一套老保 什么手套呀 鞋呀衣服呀 这个没有搞 看这个其实也简单 第一步就是先把坑填一下 第二步再来一个照面 两遍就可以了 绝对十万无一丝 填坑的时候这里边有渣子 这个要给它敲出来 要不然这个渣子碍事 焊好了 给它降降温 哎呀这么烫 别把旁边的PBR管这给烫坏了 把这个渣子敲掉 是不是焊成鸡爸爸了 哎呀 献丑了献丑了 这技术水平退化了退化了 现在焊好了也没法试水 因为水暖工的话 下午估计要换掉那两个秋发 弄好以后再试水 现在我们修补的活已经完成了 带着工具准备撤退 这个工具还不能送 试完水以后不漏的话再送过去 万一漏了那还能过来补 刚才说的要换的阀门 就是在这个小库房里面 这边是一个进水一个回水 这七八年的秋发全部都坏了 搬都搬不动 而且开的开的话会一直漏水 这也反映了一个问题 我们家里面不管是自来水的 或者是暖气的 或者我们的脚阀等等 这个东西要经常活动 你一不活动的话 直接一场避坏 当你用的时候根本就关不掉了 路过这边呢 刚好给我们家邻居啊 处理一下这个灯 他在这边租了一个门市 前几天刚刚给他装的灯 这两天因为受暖 到处都是漏水 看他家这个灯 他说这个灯啪啪啪老响 好家伙 打开这个盖里面全是水 妈呀这么多水 这个灯怎么没爆炸 这个咋怎么就不跳 算了我也不敢给他开灯了 上面看一下他这个地暖漏的情况 他说是在两天受暖以后 二楼有一个明暖的暖气片 那个接口处一直在漏水 就是从这个下面 那个水啊都渗透到一楼去了 装满灯的那个位置 应该是因为开了孔 那个水啊 冲着那个线 一直流到那个灯体里边 就是这个位置 里面全是水 现在已经把准备忙关掉了 这个让他们房东过来要处理 这暖气这可不行啊 前几天刚刚刷的乳胶器 现在这个顶子摸上去 确实湿的 还好及时发现 如果持发现几天的话 这个顶就泡坏了 这乳胶器又白刷了 我们冬天用暖气一定要注意啊 尤其现在老房子 像那个风水器该换就得换 这些该维修的就在停暖以后维修 像这样一送暖到处都是问题